只对陌生男女来到野外,挑战野外求生21天,他们已经在这里饿了好几天,只能找到一些植物填饱肚子,男人好不容易才在丛林里面抓到植小蜥蜴,不得不说,将它放到火上烤,是真的香,一口咬下去,嘎嘣脆,鸡肉胃,在饥饿面前,就连女人这样的素食主义者,也只能擦擦嘴角的泪水,将肉放到嘴里,哎呀妈呀,这肉老香了,这里就是尼加拉瓜的山区丛林。 栖息着各种各样的生物,其中最危险的就是美洲狮,一般人都不敢来着冒险。 节目组邀请宝儿姐和胡子哥过来挑战裸体求生21天,宝儿姐是一名野外求生教练,各种求生技能器手拈来,同时她还坚持吃了两年素食,希望在这里也能坚持下去,而胡子哥是个猎人,精通恶语语言。 特别喜欢小动物,恨不得顿顿都能看到,专家对他们的评分都不错,就是不知道肉食者搭配上素食者的组合,会摩擦出什么火花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两人早就脱光衣服,来到丛林里面寻找搭档,胡子哥看到宝儿姐有点害羞,脸红得像个泡泡茶壶,场面有点尴尬,还是赶紧前往滞留附近扎影休息。 两人一边赶路一边互相了解,宝儿姐没想到自己的搭档还是个利人世家,有着非常丰富的狩猎经验,而她自己却是一个素食者,胡子哥感觉这很有趣。 随人宝儿姐表示,能靠吃植物度过21天,但是胡子哥却想着,怎么把素食者变成肉食者?他觉得这比野外求生有趣多了,这里有数亿的遮挡,还有阳光照射进来。 距离水源也不算太远,非常适合搭建住所,眼看就快要天黑了,至少得搭建一个能过亿的棚子。 花了不少的时间去搭建住所,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天空下下来暴雨,即使带来了打火器,也没办法生火取暖,两人只能抱着在一起稍微暖灰一点。 他们还是觉得非常难受,这一只吓到天亮才停息,幸好这地方有太阳照进来,能让身体稍微暖点。 宝儿姐现在还感觉冷得瑟瑟发抖,得赶紧用打火器将火升起来。 虽然水源就在附近不远处,但是为了安全起见,还是要找个容器装水带回来煮沸。 所以,胡子哥砍了竹子去打水,唯一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木柴,这会始终不能保持旺盛,想让水煮沸要耗费更多的时间。 手指伸进去还是感觉冷的,再这样冷下去也不是办法,胡子哥打算到瀑布那直接喝水。 距离瀑布还有相当长的距离,现在只能躺平休息,节省点体力,明天去到瀑布那里。 这对男女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到水了,宝儿姐感觉非常不舒服,头有点晕。 为了安全起见,他们要赶往五公里面的瀑布上方喝水。 胡子哥看到他这么难受,也没什么办法,只能够断鼓励他坚持走下去。 行走的速度并不快,加上宝儿姐身体不舒服。 胡子哥很担心没到瀑布他就倒下了,宝儿姐咬紧牙关继续走下去。 花了不少时间,终于看到眼前的瀑布,宝儿姐实在渴得不行,立刻冲上去顿顿顿喝起来。 她感觉这身比农夫山泉还要甜,整个人活了过来。 幸好有胡子哥一直鼓励她,不然肯定坚持不到这里。 趁着现在他们有体力,到附近看看有什么能吃的。 最好是能来点肉补充蛋白质,而宝儿姐还在坚持速食,找到一些能吃的食物。 就是不知道胡子哥喜不喜欢了。 胡子哥找到了不少食物,两只螃蟹,两只蜗牛,还有条蚯蚓。 这些肉虽少,但是对于宝儿姐来说也是肉。 胡子哥实在饿得不行,直接抛进嘴里品尝。 虽然她吃得非常美味,但是宝儿姐还是觉得蜗牛太恶气了。 就连螃蟹一点肉都不愿吃。 胡子哥对此也没啥好办法,只能含泪吃下所有。 这一餐获取的热量并不多,接下来几天都在寻找食物。 不是吃植物就是吃虫子,尽量在营地煮水喝休息。 就是到了晚上,还是会冷得瑟瑟发抖。 寒冷虽然折磨把他们的不行,但是还能再忍忍。 他们最担心的美洲狮还是出现了。 黑暗树不断传来低鸣声,可惜什么都没有看到。 只能祈祷这火能驱赶走他。 信号一夜无事,宝儿姐吓得整晚都不敢休息。 美洲狮就在这一片区域活动,胡子哥打算先弄一把武器防身, 用砍刀快速修整出一把长毛。 宝儿姐建议大家外出的使用叫声呼应。 听起来就像是猫头鹰的声音。 胡子哥在附近看到有动物的足迹, 这应该就是美洲狮的,看起来是个大家伙。 他现在就担心突然冒出的美洲狮出来。 唯一的好消息是他们是独居动物,不会成群出现。 宝儿姐发现这边有洞穴,他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居住。 胡子哥非常喜欢这里,将营地搬来这里会暖和不少。 搬家过程中,胡子哥发现有条蛇出现在眼前。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美类,他立刻用木柜压制住它。 直至用刀僵舌解决,今晚就不用担心会饿着肚子了。 宝儿姐,看到石头愣住了,还好有胡子哥在。 胡子哥现在脑子里都是蛇肉的烹饪方法。 他将蛇肉简单处理一下,可以看到肚子里还残留着食物。 这可把宝儿姐恶心到了。 他实在不想吃到这样的食物,只能看着胡子哥在那大口吃肉。 双方摄入的能量相差很大,胡子哥有点担心他扛不住饿倒。 洞穴虽然保暖,但是有各种虫子会跑出来。 最糟糕的是各种蜘蛛到处乱窜。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浑身上下都是蚊虫叮咬的痕迹。 感觉还不如回去原来的地方冷的。 不知道他们能否坚持到挑战结束了。 这个男人每时每刻都在寻找食物吃, 而他的搭档还在坚持素食的理念,饿得不行。 每天起来都能看到蜘蛛从身边爬过。 他们正准备生活让身体暖和点,突然什么东西从草丛经过。 不知道有谁知道这是啥。 胡子哥可管不了这么多,他要找到带回营地吃了。 打算弄点火融到苔蜆里面, 恩惠就将他塞进洞穴里面,将他逼出来。 有不少蚊虫从洞穴里面跑出来, 但是胡子哥并没找到他想要的东西。 这里有很多能够躲藏的地方, 他的体力并不能吃生找到那家伙, 只能回去继续挨饿了。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吃到太多东西, 尤其是宝儿姐一点肉没有吃。 尽量躺着床上节省体力, 主要还是靠胡子哥处理木材。 他经常会说一些有趣的事情鼓励宝儿姐。 宝儿姐非常尽情自己的搭档是他, 要是换成其他暴躁老哥, 怕是早就退赛了。 他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差, 每天只能摘点植被时, 胡子哥并不喜欢吃这些, 还不如多喝点水。 也就只有宝儿姐喜欢吃植被了。 他都想办法弄点食物吃, 这里有一只小蜥蜴, 要是能抓到, 稍微能填饱一下肚子。 胡子哥一下子就把小蜥蜴抓到了,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种类, 反正是一头肉就行, 直接一刀把头砍掉。 简单处理一下, 就可以放到火上烤了。 这还是宝儿姐第一次看到蜥蜴处理的样子, 感觉非常恶心, 但是肚子却在咕咕叫, 将蜥蜴烤至两面金黄, 一会的功夫, 这肉已经好了。 胡子哥早就饿得不行, 立刻将肉塞到嘴里, 还不断诱惑宝儿姐吃一口。 宝儿姐看到这肉, 嘴角的泪水都要流下来, 在鸡饿面前, 他也只能一口咬下去。 胡子哥相当高兴, 宝儿姐终于肯吃肉了, 虽然这肉非常香, 但是宝儿姐觉得没坚持速食, 还是有点难过的, 只能多吃一点了, 回去再重新开始。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待在这里21天, 现在他们又赶往车里点, 宝儿姐坐了一个水瓶路上喝, 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食物。 差不多要走10公里, 道路并不好走, 还得小心踩到舌上, 花了不少时间, 终于看到一个小水潭, 穿越这里后就能到达车里点, 虽然这水非常冷, 但是胡子哥更担心会碰到蛇, 水里什么都看不到, 只能凭感觉走过去, 信号并没有碰到什么东西。 穿越丛林终于看到了公路, 节目组安排的香蕉货车, 出现在他们眼前, 不仅挑战成功, 还能一边吃着香蕉回家。 这种挑战者应该是最和谐的一组, 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, 所以两人评分都上升了不少。 不知道还有谁会来这裸体修生减飞影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